然后今天主要是把这个撞击比摩擦给大家去讲一下 然后怎么去撞击比摩擦 然后再包括我们在比赛中遇到什么球 什么可以去撞击比例多一点 什么球撞击比例我们要收小 这些都是关系到什么 就是你能出质量的时候 你的撞击的比例一定要什么加大 为什么他要出质量 出现那种挖回去的球比较爆 比较冲的球对方可能不太好摆 是的 你有质量质量高 你不光是这个球你能得分 还有什么 就是你给对方的压力会变得很大 对 大家也可能看到我们前天的比赛了 对不对 你看如果说你看 我也好 浩哥也好 我们在比赛的时候 一旦有机会进攻能夺分的时候 对方压力是很大的 对这是一定的 但是当你的 如果说你的对手这么拉你的 我们压力也是会很大 但你的队伍如果一拉 你感觉这个球质量没有那么高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心理压力就会没有 就是相对小一点 就不会那么紧张 所以说今天讲那个撞击比摩擦 也是一个是这个原理的问题 怎么去我们去把它给化解开 给大家去讲一讲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比赛的时候 怎么去利用这个撞击比摩擦的比例 让我们打得更合理一点 好吧 然后我接两天也在考虑一个问题 为什么大家理解的这种撞击和摩擦 大家总是结合不好 对 你看我跟大家一问题 大家你们理解的撞击 撞击是不是就是打 对 是不是就是打 是不是就是对着球去打 去顶这个球 你们是不是这样理解 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 你们理解的撞击是打 就是纯纯是撞击 但是我理解的撞击是什么呢 是顶 打完的话 大家你们看一下 我要是用打的动作 我去加摩擦 你们告诉我能加进来吗 加不进来 你看我用打的动作 我打完以后这个球以后 我再去抓摩擦 我还能不能抓得进来 对吧 你们先回答我 能还是不能 就是我先去打的动作 然后去加摩擦 对 大家都说不 然后给大家试一下 不就完了吗 是的 大家看 给大家试一下就知道了 大家看 我用打的这个动作 你比如我这么打 没问题 但是我用打的动作 我打到球 我再去加摩擦 它是加不进来的 肯定的 对吧 因为你的整个发力走向 是从后向前的 去撞的这种角度 你是抓不进来的 对吧 那么我们如果说 我们如果说先去摩擦的话 你看摩擦了吧 行先去摩擦 我再去撞它 能撞进去吗 它也撞不进去 也撞不了 所以说撞击 先撞击再摩擦 和先摩擦再撞击 你要按照这个词的这种角度去理解 它都是不成立的 都是不成立的 对 只是说我们所说的撞击摩擦 怎么去撞 也就是说我们再去触球 去触球这一下的时候 我们加入了一下这个顶 但是我们的板形不能是撞击的板形 顶撞 去顶 去顶这个球 对 去顶 然后我这两天考虑了一下 这个想了一下这个原理啊 我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了 就是我在想我顶是怎么顶 我是从后向前顶的 斜后方斜前方也可以 对 你说的非常对 是斜后方斜前方去顶 你看 这就要执业 对吧 你要你要得到房老师的认可 你看啊 你从从后向前去顶的话 你正想往里加摩擦 你的手腕没有手腕没有角度 你这个球你加不进来摩擦 是的 所以说大家看啊 无论是马龙也好 孙颖沙也好 咱就说拿这几个正有好 正有好的比 加上方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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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啊 所以所有人拉球 他都是从这个角度出来的 是吧 是的 你看他们拉球是不是从屁股后面是往斜前先去的 对 这种感觉 哎呀 你这个你这个关键点说的很好 哎 你看啊兄弟们 这个我已经想了好几天了 我就感觉这个撞进去摩擦和顶擦这一下 我感觉就是大家按照理解去去练的话 因为啥 练不明白 不太好理解这件事 对 你看啊 他从这个角度 如果你这个角度 你看啊 我我人是转过来的 手是在斜后方的 球是在这个位置的 我要我这个角度去加这个顶 往前顶这一下 我顶到球了 大家看我顶到球了以后 我触到球是这个角度 是这个角度吧 我顶的瞬间 我去转动手指手 是不是摩擦就进来了 他是不是 你看我这个角度去顶 然后以后 我的手腕 你看我是变上劲的 我的变上劲的 我跟球是有角度的 而且我自然的转过来以后 我的动作自然就过来了 他是不是瞬间顶擦就出来了 是的 你看你从这个角度去顶它 你看你从这个角度去顶它 顶完以后 再一转手腕 是不是一个完整的动作 就在同一时间顶和擦全出来了 那如果说从 唇是从后向前的 我再去加摩擦 我只能加那一点点 它吃不进去 对对对 然后呢 大家要理解的 唇撞的打的方式再去加 它也加不进去 对 所以说真正的转具摩擦 可以理解为什么顶擦 顶擦是从哪个角度顶 是从鞋后往 这个鞋的方向去顶 顶完以后 你看你的手腕手指 加上你的前臂都能转 一转摩擦就出来了 所以说没有说去 我一定要是先去打的 去怎么的 你先打完你这球就摩擦不了了 你按照这个方式去理解的话 但是你这个角度去 你看纯顶 那我就是顶啊 顶 顶 你看我顶的 我顶得很实 大家看了吗 是顶得很实 但这个球是没有旋转的 我在顶的顶的瞬间 转动手指手啊 是不是摩擦出来了 摩擦出来了 大家看我 我这是哪个角度顶的球 哪个角度顶的 是不是从鞋后往鞋前顶的 鞋后往鞋前 不是后往前 也不是右往左 是鞋后往鞋前去顶的 这个角度顶完一转动手指手腕 直接就是一个完整的动作 所以说拉球你要想拉冲 没有顶你是拉不冲的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往 有往外顶的感觉 有往鞋外顶的感觉对吧 对 因为你只能往这个角度去的时候 你大家看我往这个角度去的时候 球是在这个位置 你看我的整个的身体 看我的手指手腕 我跟球直接形成了一个角度 对 我俩变着他变着我 我变着他的角度 那你变着这个角度 你一转是不是就把球裹在手里 对 自然摩擦了就 对 而且你看我从这个角度 我手腕一直转到完整以后 他的持球时间是很长的 大家看我这个角度 吃吃转转转转转转 你看他的持很长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持球时间 那我从后向前去顶这个球 我再转你看 没有地方了剩一点了 那我大家理解的 从右向左去收前面 为什么去转的话 你根本就吃不了球 对 但反正你吃中一点球 球就被你打左边去了 你看是不是这种感觉 什么叫包住球 什么叫裹住球 什么叫吃球时间长 就是通过这个角度 我们能加大我们的持球时间 通过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让顶和擦完美的去结合 对 对 这个很关键 你看这是我这几天想这个原理想出来的 所以说我就在理解 为什么这么一个顶擦 这么容易的事情 为什么大家就是那么容易 因为大家全是跟着字面意思去理解的 撞击与摩擦 你先去撞他 你先去打他 再摩擦他是擦不进来 说的太好 先摩擦再撞击就更不可能实现 是的 所以说你再 你按照我刚才说的这个原理 你再去看马龙孙颖沙的拉球 都是从这出来 往这个方向去 一转手画自然收回的 你看马龙是不是这么拉 对吧 是 是这么拉吧 是的 你从他后面看他都是我们所有人 你包括我跟我跟陈尔老师拉球 我俩也他也是从这个方向 一定是的 一定是的 你让我们从这往这拉 我们是拉不太劲 拉不了的 大家看一下戳得下旋 大家看我从这往前拉 大家看我是使不上劲的 但是你看我从这 这往这个方向去顶 你看他的腰壮了 这个方向去顶 你看我整个腰胯的力量是涌向这边的 是的 看见了吗 这样才能有一个鞭打涌出去的感觉 这个就好像是很明显 对 而且最主要还有主要一点就是他这样去触球的话 他会什么 这整个回来的这一个一条半圆 半圆的话 它是加大了我们吃球的整个时间和过程 你自然时间就长 不是说我想让他长 大家看 我这样去 我这样去拉球 实际长点 长点他能长吗 不是我让他长点 你们也知道吃球长 但你们为什么手上抓不住球呢 触球角度问题 触球角度 今天这个问题 触球方向触球角度 这个是一个关键点 导致你们想吃住球 想吃球时间长点达不到 因为你没给球流土角度 你跟他是一个顺着的角度 顺着的角度你就吃不住球 他也他也你 而且你拉不上你拉不上力量的话 他也进不到胶皮海绵里顶到底板上 你吃的时候时间会更短 对 这样算不算拉手呢 你拉球为什么不拉手 这话说的太对了 为什么拉球不拉手 拉球拉球你不拉手 那你也能叫拉球吗 我问大家有问题 你什么球不用拉手 是不是很快你来不及的球 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很快来不及的球 你是不是就可以借上力 你是又可以不拉手 只有借力的球可以 对啊 不拉手或者拉小手 对啊 你说的话你说了快带 无论是正有快带反有快带 首先第一是对方有力量 他有球速 借力的 我能借力我可以选择不拉手 我可以用我的借力去什么 去跟他相撞 吃球借力加摩擦 对 这是可以的 前提是你得能借上对方的力 但是你主动拉球的时候很多球是你借不上对方的力 对 你就要需要拉手来为你自己这个球来创造什么法力 是的 蓄力和法力 所以说拉不拉手不是取约于你 是取约于这个球 对 这个球有时间你可以拉手 没时间你就拉不了手 明白了吧大家 明白了 对吧 所以说今天这个撞击与摩擦 我相信大家好好听完这堂课 你可能对这个撞击与摩擦 有新的认识 有新的认识 还有就是你可能会把这堂课学会了以后 你的手上吃球时间会自然的加长 因为你的角度发生了变化 对 我给大家拉几个 对 大家看我从哪个地方出来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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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是不是这个角度出去的 对 这可能动作太快 你们老觉得是由后往前击球 真的不是 从正面看是从右向左 对 实际上从右就是从到左边就已经进入球结束了 剩下的只是延伸了 是 新时拉球主要的最专箭的位置是从这到这的这个位置 就是触球前我们这个位置 你看我们是这么瞄着球的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拉球的时候呢是6点钟方向 拉下球的时候是6点钟方向 拉完呢是12点钟方向 它就是你要绕着这个半圆去走 你就对了 你自然你看 你看我放到这以后 它自然就是一个6点钟的方向 这是6点钟方向吗 对 拉完以后是不是一个12点钟方向 是的 它是不是形成了一个半圆 拉个半个小时 对 而且最主要的是6点到哪 6点到3点的这个位置 123吧 从我那角度是123 对 从你那角度是9点 你反方向走啊 对 咱俩是6点 咱俩对面吧 对对对对对 对吧 没毛病 就是这是3点4点5点6点嘛 你看 对 33是你击球的那个点 这是3 3是击球点 6呢是你手 我们主要是从这到这的这一下 从6到3的这一下 但大家不是 大家都是从3到12的这一下 哎 这个说的太多了 3到12的这一下你们去使劲 所以你们拉不了多重 这个是 因为这就没有劲 你的身体力量就没有优起来 这个说的太对了 大家真的你要去仔细去想 我们足够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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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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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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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